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估計 中央已經下決心主導本港政制改革 並可能由以往五部曲縮短至以一部曲完成 本港回歸之後唯一一次走完政改五部曲的 是在2010年 2012年新增五個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議席 而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就加入區議員 委員由800人增至1200人 政改五部曲是人大常委會2004年釋法的時候 釐清選舉制度修改程序要經過的五個步驟 先由特首提交報告提請人大常委會選舉制度 是否需要修改 人大常委會確定之後再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議案 特首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 最後由人大批准或者備案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說 中央今次已經下定決心主導政改 大致選舉框架 小致審查候選人資格都可能有定奪 他估計過幾星期之後的全國人大及政協會議會有指引 在下次選舉就會實行 中央可能認為香港都沒有辦法 在營造到共職來令特區政府 可以啟動一個選舉辦法的修改過程 加上時間緊迫 所以最有可能就是說 中央特別通過人大常委會 制定一個香港選舉辦法的修改方案 建制派說中央一直以最大容忍 希望香港內部能夠糾正 認為中央出手有助解決深層次矛盾 民主派就批評中央要操控選舉 民主派就批評中央要操控選舉 他擔心愛國者沒有客觀的準則 而是由行政機關主觀決定涉及政治篩選 母線電視記者楊佩思報導